突伏五思命案 公仔藏屍案 王家梅枝解命案 這些案件聽見都令人心寒 一般而言 出現過非自然死亡事故的 都會被稱為凶宅 如果凶宅就在你家旁邊 或者樓上樓下 你還會不會煮? 怕些可能睡覺 有些東西走了出來 總是承認住屋裡有鬼魂在 住得不安樂 2012年12月11日 下午4時40分 沙田碧桃花園第一期 某座某高層某單位 發生跳樓事故 一名男子飛墮在屋苑平台死亡 攝氏單位隨即淪為凶宅 那個跳樓自殺那個人的死記 就是我的生日 當我生日的時候 那我應不應該 慶祝呢? 慶祝呢? 事主陳山陳太 在2020年6月15日 簽署臨時買賣合約 以低市價一成的750萬 買入碧桃花園 同座一個662呎 三房一套 東南全山景的單位自住 下訂之前 他還三番四次問過地產代理 他說到平台的時候 問過經紀 這幢大廈有沒有人跳過樓 他說沒有 整幢大廈都沒有 第一期沒有 第三期才有 穩陣起見 陳山看了坊間的空窄網 查了土地註冊處 看看鄰近單位有沒有死亡事故發生 都發現不到有異樣 而銀行也鼓足的 但他們還未放心 簽臨時合約 給大訂 當時我先生也細問 因為他最後見到一個Head Manager 再問多次 這裡附近有沒有空窄 我們很重要 即是臨簽的時候 都再問多次 問了他也是回答網 直至下了30萬訂金博取 交易見報 他們才赫然發現 報道這樣說 說我們那棟大廈的高層 低估價80至100萬 售出 那個單位的樓下疑似是空窄 怎麼會立即打給經紀 去質問他 都有 有的 我們已經查過 其他的地產經紀都跟我們說 樓下是空窄 他答覆我 都說樓下不是來的 我也跟你查過 查冊樓下單位沒問題 他的股價也猜得足 怎麼會是空窄 他們半信半疑之際 代理公司的經理 竟然說出一個很特別的理由 去解釋為什麼樓下單位 被指為是空窄 我問他 報章那些說 低銀行股價100萬 樓下是空窄 然後黃先生回覆我 有些傳媒問經理 我們的經理多口說樓下疑似空窄 因為怕影響了整個壁圖的樓價 怕銷售不到 因為買得太便宜了 你們信不信他 他這個解釋 我們都信 真的這樣都行 他們越想越奇怪 於是走去那座大廈 直接問管理員 管理員都說 在樓下的單位 有出過事 有人跳過下去 街坊 他是目擊者 目擊者 看到當日發生那件事 接著還說玻璃 這塊玻璃爆了 管理員說是 但是幫他買外套的代理又說不是 到底是還是不是 我們事後就以准買家身份 打給同一間代理公司 查身同一個樓盤 為什麼他這麼划算 因為很老實 他本身樓下的單位 是22樓 他這個23樓 有個空窄 應該有七、八年前 他樓下的單位 之前有個人跳樓 好像是一年之一、一、一、二年 差不多 知不知道什麼事 跳樓 那又不是那麼清楚 因為那間其實都是經我們公司賣了的 22樓那間 樓下是空窄 還是經他們公司賣的 試問又怎麼會不知道 陳生於是再打去和經紀對質 我們找到的資料 找到證人說 看到當日發生的事情 跳樓事件 但是你們就說完全沒有 完全否認 沒有這些事情 不清楚 我們真的不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只能夠 由法律部那邊去復回來 我想問一下 作為一個經紀的話 其實問一下單位 問一下看奸那些 知不知道這些事情 算不算是一個操守來的呢 我想你說任何事情 我想都是經法律部那邊去復回來 開口迷口都說 法律部復回來 似乎想回避 我們亦都打過電話給他 希望他對事件作出回應 你好 我們是東中車網 因為我們收到有觀眾投訴 就說買了碧桃花園有個單位 買完之後才發現樓下空窄 你們有沒有說清楚 想問他有沒有機會退款 最主要是他證實那個單位 是一個空窄 因為那個單位是懷疑的 沒有證據的 那個單位是 銀行那些全部都做到 安傑、股道那些 他有沒有其他文書上面的東西 有的 你有沒有跟他說是懷疑空窄 我想問一下 還蓋了我的線 買家好像毫無保障 其實空窄有沒有明確定義呢 地產代理 又有沒有責任支援准買家 單位是空窄 甚至是空窄的隔離 或者樓上樓下呢 空窄來說 基本上的定義就是 死於非命 非自然死亡 譬如有些空殺案 或者跳樓 或者燒炭 那些都屬於空窄 其實在地產裡 沒有定義怎樣是空窄的 因為我們做法一般是幾個情況 包括發生命案 自殺身亡 因病去世和以外死亡 我們都會叫做發生事故 我們都會跟買家去解釋 有某些情況發生了 看看客人會否介意 剛才我說的上述那四個情況 未必是地產代理他來定 業界莫充一事 法律上 空窄的定義都不清楚 更何況是空窄的樓上樓下呢 那地產代理 又有沒有責任 去告訴准買家 要的 始終你 你賣任何東西 你都要說清楚 去詳細內容 那些東西給人聽 你不可以誤導人 專業操守上面 不太好 其實如果在地產代理條例裡面 就沒有守則說 我們一定要跟客人說 但是如果客人有提及 或者問我們 單位有沒有發生過 那我們就一定要如實 告訴買家 事到如今 陳生陳太 控告地產代理公司 但沒有進展 向地監局申訴 又因為證據不足 而不獲受理 最開心的點 跌到到谷底 每一天被老婆罵我蠢 罵我經常被人欺騙 很無奈 都是我們死亡死底的血汗錢 辛辛苦苦找回來 准業主百般無奈 不想再遇到這些情況 坊間有甚麼方法去查整 又有沒有效呢 第一個方法就是 手塵網站 打入屋苑 以及空宅兩個字 基本上空宅網就會彈出來 但問題是 這些不是全面的 亦不是很更新的 還有在全香港 一個官方的網站 這個只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第二個方法 很多人需要先把土地處查查 查過土地處刷 而查過 看看屋苑有沒有發生過任何迷惑 這問題是查不到的 因為 即使物業業主過了生 不代表他因為一些空案而死亡 第三方法 就是網上銀行股價 大家記入地址 坐數 它會彈出了一個股價 如果查到可以使用0 或者是查不到 甚至是要跟我们银行同事联络的话 这个很大机会是一个空宅 如果是鄰近空宅的单位又怎样查呢? 举个例,假如是想买入这座大厦19A单位 去银行股价,得出估值是560万 由于一般高层单位价钱都较低层高 那你再查低层A室,例如是9A的股价 竟然是580万,低了10层,但股价竟然高了 这就有可疑了,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19A楼下单位 就可能是曾经发生过命案的空宅 不过,就算银行对单位鼓足价钱 也有可能只是死亡案件太细终,不够轰动 没有传媒大幅报道,不代表它不是空宅 不想买到空宅,就算买到也想成功追逃 原来最重要是有一纸握手 一般做法,其实我们都会在签约的时候 会有一份声明,就会叫业主声明 那单位有没有事故发生过 即是包括命案,自杀身亡,因病去世 那些都会白纸黑字写明 那如果你又写明了的话,就对买家就有一定的保障 好吗? 好吗?